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墨尔本东边大概一小时40分钟的车程 然后因为马上就快到冬天了 天气转冷以后 这种吉普斯兰德刺龙虾就会不活跃 然后开始冬眠 所以说这次是我们 这个今年的最后一次的捕这种刺龙虾 然后我们已经放了笼子 过了40分钟 然后我们现在过来收一下笼子 看看有没有收获 没有收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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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个头可不小 这个个头可不小 然后我们现在量一下尺寸 从他的眼睛到他背的这个地方 要大于9厘米 看了吗 明显大于9厘米 明显大于9厘米 然后如果超过12厘米 只能补一只 然后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一个有13厘米左右 13到14厘米 真的是很大 非常大 这一只可是真是够大 我估计应该在 估计应该在三斤左右 可以吧 太多 现在大概三斤左右的 25厘米 可以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